最近的生活平淡的犯不起一丝联姻 做什么都提不起劲 感觉身体被掏空 是时候来点自己的吃最好的串 刚刚去柜台挑选的春春商家礼品 因为我们弄好了 因为冷锅串串的话就是他们把它煮好了 直接吃就行了 然后他们家的特色是一共有七种牛肉 比方说香菜牛肉 折尔根牛肉 鲜嫩牛肉 土椒牛肉 芹菜牛肉 还有金枝菇牛肉 还有最后一种是泡椒牛肉 虽然叫冷锅串串 但是它是热乎的 而里面的话都是很老成都式的香辣红牛 闻起来有一点带一点点略微的药杉味在里面 其实串粉不是他们家最辣的 最辣的是他们家的小碗菜 比方盖上脑花 火锅粉 而这个是最最最最辣的 骂手催花牛肉 辣的就是骂菜牛肉 非常鲜嫩的土腰 这个是土老壳 这个是冰尿小番茄 在你吃特别辣的时候可以舒缓缓解一下 你再说一遍小番茄 小番茄 小番茄 你刚才说的小番茄 这个小碗菜是小碗的千层肚 好吃啊 辣了 不是很辣 像它很苦的 它是我的所有的朋友 像我都怕吃辣 还是有点辣 折耳根牛肉是我给萧敬点的 因为我吃不了折耳根 它是牛肉上面包裹着折耳根 萧敬给你的 吃点香菜牛肉 闻的牛肉 这牛肉包裹着香菜 压得很紧密 好嫩啊 这版上有鸡皮 有嫩牛肉 还有一点肥肠 冷锅盛盛吃起来就是比较省事 不用自己煮 鸡皮肥肠适合涨干点 解油腻 这个是我配的 简单干点就是环豆面 海椒面和花生肺 这一盆里面就欢呼都有 香菇 蕴干 牛肉 猪皮 鱿鱼 它们家不是很辣 我还是想要更辣的刺激一下我 你吃到最后别很辣 干点吃起来就会更香一点 不会更重一些 我给你们看一下泡椒牛肉 牛肉包裹着大坨的泡椒 我感觉很辣哦 我也感觉 它是酸辣的 辣口辣口 主要就是非常地酸 这一把是冒结子 我想要有一天实现冒结子自由 这个冒结子真的绝了 这一把是冒结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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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香的汁 红油汁 你一咬会 在你口腔里面慢慢的爆汁 这个是金针菇牛肉 就是牛肉里面包裹着金针菇 这个最辣的 想要被刺激一下 它上面的干辣椒特别的多 然后中间是非常非常干的牛肉片 这个最适合下酒 这个谁适合下酒 我要吃涂鸭 我最喜欢的涂鸭 它好酷 它这个小蚊菜的辣 不在于它蚊底的红油 而在于上面的剁椒 你吃的越来越多了 之后你的舌尖会辣得好 好痛啊 它其实上面除了凝固海椒面 还有剁椒 芝麻 花生碎 香葱就是来增香的作用 成都其实火锅粉也是力不可少 不然锅粉了 我在吃个 登登登登登 如果你们来成都 一定要吃一下成都的 麻辣兔头 先把它上下摇指摆开 它两三是整个兔头最有肉的部分 它们一样自责是我喜欢的 然后可以吸它的脑脊髓 我吃掉了它的脑子 这一个部分 主要是它两个眼睛和它 嘴唇上饿的一个部分肉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肉了 整个兔脑殼就吃完了 爽 下面就是我们无聊的聊天和快速吃吃饭的过程 我最喜欢这一个环节了 哈哈哈哈 辣到了 我吃第一个我都没有感觉 我就连续吃两个干牛肉 它感觉特别辣 一眼上扒了一个蚊子 我说怎么这么咬 到了 到了 最讨厌蚊子咬我脸了好吧 哈哈 哪里会要咬人家的脸 那你给他们柴一个辣度柴米 不辣度才没辣 最辣的话就是蜡手催花牛肉 第二辣的是老花和花甲并列第二 第三的话就剩余的 我觉得 他们都是并列第三 对 今天吃的我排了毒 看我的脸 是吧 缺险 嗯 小碗菜很容易吃 吃完了 没了 美好的吃完都是短暂的 生活难免平淡乏味 用心去感受生活的样貌 倦了 就去找朋友喝点小酒 抑或是蹦个滴 或者像多多一样去找蜡子 激活自己的感官体验 记得要认真开心的过好每一天 比如 此刻 开心的按下一键三连 妈妈的 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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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